緊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造劇 每次造劇是我們的重頭戲 因為你知道造劇就是這樣 它有個很奇妙的一個功能 就是把很多負面新聞 加點幽默的元素之後 大家可以轉換一下心情 消化一下 今天造什麼句子呢 造我們台灣的頭號戰狼 吳釗燮 吳釗燮又開始了 有沒有 整個起頭走起來 如果台海有戰爭 有必要 我會拿起武器 你相信嗎 我是不信了 人家外交部長 而且他的年紀也有一把了 眼看著輪不到他 所以他當然講這個大話 對不對 你去問問看年輕人 那天辮子妹上街頭訪問 大家講得多清楚 所以大家知道了 他幾歲了 人家又是外交部長 所以他會拿起武器 他會拿起掃把嗎 不可能 所以今天這個句子 大家滿有感的 這個句子很好造 如果台海戰爭有必要 我會怎樣 每天下午三點鐘 我們PO在我們蠟碗報的 官方臉書粉絲頁上 網友噼哩啪啦 都在幫忙造句 兩個上網機會 一個是現在造例句 一個是稍後七點半 辮子妹會帶著他的皇冠 獻上頒獎 給今天的金句王 所以在玩例句之後 大家也要接著造句 好 我今天看看 豫章 豫章造的句子被選中了 如果台海戰爭 有必要我會賣掉家當卡機位 買不買得到不知道 有沒有機位不知道 你看阿富汗有沒有 他撤僑搞了好久好久 因為真的卡不到機位 機位先怎樣 都是全貴1450先走嘛 輪得到你嗎 是不是 財經我們的老朋友 最支持中年新聞的這位好朋友 如果台海戰爭 若有必要我會請對岸滅了塔律班 超直接粗暴 我欣賞你 好 這位TP1 你最近也常常上榜 好厲害 若台海戰爭 有必要我會跟蘇貞昌介紹吧 好 還有結語 若台海戰爭 有必要我會馬上落跑 你色誠是豆沙包 來 村崎老師 若兩岸開戰有必要 我會帶著紅布條 鞭炮 號召群眾到民進黨黨部 監督他們去參軍參戰 好 說得好耶 對不對 真的 尤其要點名 有沒有 把他們的照片等等 弄一張海報列出來 這些人去了沒有 那掛布條 然後分配一下到哪個基地 我覺得這個名單要列出來 哪些人到哪裡 哪些人到哪裡 那邊去了東沙等等 好 村小師這工作交給你了 拜託了 拜託了 來 這個賴老師 我兩個極端 兩個選擇 一個是 若台海戰爭有必要 我會回老家去 回老家去 躲回鄉下比較安全 對 這是一個最極端的 這是一個最極端的 就是B戰 另外一個呢 就是如果 若台海戰爭 有必要我會帶領群眾 推翻民進黨政府 真的很極端耶 這樣就直戰啊 很極端耶 A或是B 對 要不就是打 要不就是躲戰 對 鄉下真的比較安全嗎 鄉下會比較安全 你現在住的地方好像不太安全對不對 我離國防不太近了 對 你離國防不太近 太近了 而且離恆山指揮所更近 當初是不是覺得在這邊很有安全感 現在發現不太對勁 當初選擇學校旁邊覺得很方便 好 這個 宋上小來 如果台海戰爭的話 要是有必要 我會給這個塔利班組成啦啦隊 鼓勵他們奮勇向前 衝向海灘 衝向人家的坦克 好 所以到時候這樣子 你跟這個村旗老師分工一下 村旗老師負責監督嘛 名單上面一個一個都不能落掉 對 那這個宋上小 你就負責塔利班的戰術對不對 指揮哪些人去哪裡 哪些人守 哪些人拿掃把 工作就由你分配 對 對 像防風我一定會給他一個任務 任務 我跟賴教授推教給地方最安全 哪裡 躲到故宮那裡 故宮前面最安全 老公再怎麼樣也不會弄故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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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這樣一講 當時故宮整個大爆炸 人滿為患 就應該躲到故宮去了 對 一定會山滿 對 這個點子好 故宮前面一定爆滿 對 這個點子好 我們今天有很多很多 類似這樣的細節提供給大家 是不是 超重要 所以一定要筆記起來 要記住 大爆炸 50分鐘 神機靈 靈 CAT 再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